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 Bruce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需要准备些什么Document 来交给banker来去申请lawn 第一个当然是你们的photocopy IC 然后就是那个booking form啦 就是你们买property填写了的那个booking form 再来如果你的收入是稳定的话 每个月都是有异样的薪水的话 或者是fixed income 就要准备3个月的payslip 跟3个月的bank statement 而且是要tally得到的啊 也就是讲你的薪水进这个maybank 我们就要你的maybank的statement咯 如果是去别的bank就要别的bank的statement 然后再来bank就要看到你的EPF 就是你要准备你的kwsp statement给他们 如果你是commission earner的话 或者是basic再加commission的话 再或者是福利commission based的话呢 bank要看到的就是6个月bank statement 还有6个月的payslip 所以bank还就会average下来你这6个月的income 如果你这些income是有进EPF的话呢 也是要提供了kwsp的statement 再来就是报税的那个form 也就是e-airform啦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当然如果你有其他supporting document的话 可以增加你的profile的话 也是可以给banker看的 就比如说你有fixed啊 就是fd 或者是lsb 还有等等其他的 都可以准备起来给banker看 好的希望你们有学习到 还有记得帮我把这videoshare出去给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学习 好的这就是一分钟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